今年全球大家都在拼经济复苏 那好 经济复苏的话 势必就会带来物价上涨 既然这个趋势是肯定的 所以汉伟 我们在选股的策略上面 是不是就不用想太多 我们就直接找物价上涨有关的 比方向是就直接看食品龙头股吗 对 没有错 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跟大家探讨 这些消费者物价指数 顿售物价指数 当然我一方面我自己也想看看 食品类股没有往上涨 就是食品的价格 我觉得因为资金这么多 多多少少一定会有一点点 如果现在来通缩 那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我想其实从先看食品之前 我们也可以谈一谈就是海运航运 因为其实这还是盘面上最热的 当然我们也藉由这个题材来跟大家讲 就刚刚李老师有提到 你在看一个公司配股配息 其实你要看他的获利 我这边举三档公司为例子 杨敏 你先看杨敏他的营运 确实最近不错 股价上来 可是你会发现他的营收的波动度是 刚好最近这几年上来 公司也自己讲 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不晓得什么特殊原因 其实就是 一方面是中美贸易 一方面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开始缺贵 然后这个价格运费都开始往上涨 他营收到现在来讲都是一个展翅高飞 可是如果你去看去年以前前面前 你就会发现 真的是航运股真的是过得有点沉闷 但是如果你去看加里大龙 这个是属于比较属于本土的货运 你会发现他的营运都相对比较稳定 这场公司他的货利稳定 股利相对大概是3%到4% 所以相对来讲 如果你要选择一个比较有机会 可以长期持有又能够抗通膨 相对又能够领鼓励的 当然我觉得加里大龙你可以留意 但如果你说航运 我当然就是一个短期 不要说短线 可能三个月到一季 到半年这样操作 可能所谓的长农航 长农运输就2603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营收 跟阳明差不多 也就是可以选择这些类股 来做价差上面的 这个获利的操作 所以我觉得航运类股还是在 这一波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 运费其实有上来的 运价1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运费运价有上来 我觉得它是会一个比较顺势往上 再加上因为油价 1月份没有反应 2月份3月份看起来要反应 我们知道其实海运来讲 运输的燃料费用 也是一个蛮高的成本 相对它会反应在它的运价上面 再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的钢铁 因为我今天也看到 我们前面看这些指数来讲 钢铁铜的价格确实都往上 那它会不会像菜价这样 一下就是一个月上一个月下 我想倒不至于 因为毕竟钢铁它是一个趋势性 就大家也可能有建设性的需求 或者景气很好 所以像中钢滑芯 你仔细去看它的营收 也都是前面几年反而遇到一个低潮 结果在这一次疫情之后 你看中钢开始往上走 不过中钢有一个小小的缺景 就是它有这个护盘稳定国内价格机制 所以有时候当价格涨太多的时候 有时候中钢它的获利 不一定它的下游厂商 像刚刚李老师讲到叶辉 或者什么这些不锈钢族群要来得好 但它毕竟是笼统 所以抓住来给大家观察 那华欣就是属于一个比较铜价 这个股票说实在也很久没动 以前大家都很少去留意它 没想到最近铜价上来之后 它的营收也开始有一些蠢蠢欲动 那当然回归到最基本的 反正物价上来了 那你说汉卫 那我可以去买很多米 买很多油 买很多盐 摆在家里 反正价格上来了 我当初买的便宜 我现在摆着我没有用 我看着也开心 确实你也可以买食品类股 像是统一 其实统一我也去分析过 就是它我以过去20年 我每年假設1月份去买 然后摆到现在 其实不管你什么时候买 现在都赚钱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股价是相对比较高大 而且它也可以年年配息 表示就是说只要是走市场 就算它高高低低 但是它一个正向往上 这种股票其实你随时买 你摆长期 它都还是有机会可以让你获利 但是不敢保证说 短线一定会赚 因为毕竟现在指数来到高档 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点震荡 所以食品类股你可以留意龙头 最后一档是达兴工 主要是因为 观察到它的意思 它是营造相关 因为现在营建业可能有打草房 我还是要强调是打草房 不是单纯打房 因为就是不希望你用房地产的价格 来让它太大的一个波动 来作为自己的获利 你可以投资营建股 它属于比较一个营造厂商 最近大家也知道 工厂或者是商办 甚至营建都有相关营造的需求 但它自己本身有自己的营建产业 所以大家也可以留意看看 抗通膨是一个长期备战的功课 所以方向刚刚捍卫报 我们点得很明确 钢铁 航运 食品类股 都是今年在抗通膨的主轴当中 要留意的方向 当然不能以短线上来看 一些股价确实是涨多了 我们长线趋势来说 这几大焦点是抗通膨的主轴 还有哪些好像是新口袋名单 有其他的一些抗通膨的新名单 新选择吗 收集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订 ¿ teenage dinero? Microsoft Office Word Online